我觉得呢 在整个原物料行情 或是景气回升之下呢 有两个族群 我觉得值得大家留意 大家应该有感受到 这两个族群在最近期的 台湾股市的盘面 或是世界股市的盘面上面来说 已经有这个初步热身的这个状况 那这两个族群呢 分别一个就是钢铁 另外一个就是航运 大家好 我是黄世聪 欢迎收看本周的聪明理财大小事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们为大家报告 这个原物料的这个部分 那实际上我认为说 在明年的景气回升之下 原物料的确是有它可以注意的地方 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 包括说像铜的报价 黄金的报价 还有一些这个部分的 这个商品的这个报价 那这个礼拜我为大家谈谈说 我觉得呢 在整个原物料行情 或是景气回升之下呢 有两个族群 我觉得值得大家留意 大家应该有感受到 这两个族群在最近期的 台湾股市的盘面 或是世界股市的盘面上面来说 已经有这个初步热身的 这个状况 那这两个族群呢 分别一个就是钢铁 另外一个就是航运 那一般来讲的话 在整个景气 从低点往上走的过程中间呢 这两个族群呢 大致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 这个多头的反应 所以我们就为大家来 这个介绍一下 这两个族群的这个概况 好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认为说 这个明年的这个景气 有可能会回升呢 因为我们知道 事实上在这个 12月13号的时候呢 刚好在上礼拜的时间 这个美国的联准会呢 启动了这个 他们的这个利率决策会议 然后在这个利率决策会议里面 来说的话 他们没有维持的 这个利率的这个状况 并没有调升或是调降 那不过呢 在整个这个会议的结束之后的 鲍尔呢 他说到升息的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已经慢慢的逼近 虽然他没有把话说死 但是其实大家都听得出来是 他可能不会再升息了 那同时之间呢 后来有公布一个叫利率的点证图 那利率点证图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他是每一个联准会的决策官员呢 他在这个这个图表上面点出呢 对未来这个经济 或是说对未来 这个所谓的利率的预测 那对利率预测来说的话 这个释出这个点证图之后呢 大家都觉得说 哇那明年看起来会降息 好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说目前呢 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 这个值是5.25到5个percent 然后呢 这个美国的这个决策官员 释出来的点证图呢 到明年的时候呢 这个利率的中值是4.6 那4.6是什么意思呢 4.6跟现在的5.25呢 事实上是可能呢 这中间的差距就是 三码到四码的空间 也就是说呢 联准会的官员普遍预测呢 明年至少降息三码 那有可能会到四码 好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点证图一释出来之后 整个美股呢出现大涨 那整个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 应声往下跌 公债往上涨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几个礼拜前有跟大家介绍说 美国公债的ETF可以买 那现在公债ETF呢 也都往上做了一个明显的谈升 好那因为呢 美国的联准会呢 释出这个点证图 是这样的讯息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 美国的非常重要的 FedWatch的一个这个 这个大家的预估 那这个预估图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表 我们看到时间点 从这个最右边来看的话 是2024年的1月31号 然后呢 它的这个最最后的指是 5.25到5 就蓝色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就是最多人 预测的这个目标值 大家可以看到说 明年1月 大家预估是不会降的 但是我为大家框了 红线的那一个框 是2024年的3月20号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的蓝色框就往下掉 掉到了这个5到5.25 那这个是69个percen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蓝色的框 是一路的往下掉 也就是说 现在目前为止市场预估呢 是相当相当的乐观的 市场预估呢 明年至少有降息 6码以上的空间 这个比这个Failwatch 传出来的3码跟4码 还要更多 所以呢 也就是说呢 这个美国联准会 在明年中 就是中 或是说明年的上半年 降息的状况 是越来越可能了 好那因为美国呢 降息之后呢 我们就讲 降息呢 会把这个钱呢 从银行体系往外跑 那目前呢 市场就在反映这个状况 可是如果大家想到 为什么他要降息 降息的原因就是因为呢 目前为止来说话 这个过度升息之后呢 一般民众可能你借钱困难 企业借钱也困难 所以他会影响到经济的活动 那你想到经济的活动之后呢 他到某个时间点里面来说 如果再继续打压的话 这个经济可能会有失控的危险 所以目前只是不会再升息 甚至在明年启动一个降息 让经济重新有这个活水 再往上打 所以我为什么说呢 明年的景气是开地走高 而且是有机会 下半年大幅的走高 还有另外原因是因为 我们知道美国明年的下半年 要进行总统大选 在11月的第二个礼拜二 然后我们知道说 其实呢 美国呢 目前为止来说 当然两个政党 最重要候选的一个就是拜登总统 寻求连任 另外是川普 但是根据目前美国各大民调的 这个显示都是 目前为止 拜登呢 应该是落后川普 4到5个%左右 也就是说 在明年要大选的这个情形之下呢 美国联准会呢 恐怕也有这种 所谓政治上面的压力 希望呢 让股市至少在 总统大选那时候是往上的 那虽然说鲍尔呢 他是共和党 他跟这个 这个拜登不是同一党 而且他是川普所 这个提名的 但是呢 他跟拜登的关系不差 而且拜登也让他连任了 所以他应该还是会 用这样的方式去操作 整个股市的这个情形 好 那我们就讲嘛 因为美国的利率要往下跌 往下跌的过程中间 我们跟他讲 美元就会走弱 那美元一旦走弱的话 我们过去都常常跟他说 美元走弱的同时呢 原物料价格会往上升 为什么原物料价格会往上升呢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观念给大家看 假设我同样一桶石油 我卖70块美金 可问题是美金现在跌价啦 对不对 美金跌价的话 那某些程度来说 我就希望这个 这个价格是往上升 这样可以弥补上 我在美元上面的损失 所以过去一段时间来说 原物料行情都是美元跌 原物料就会涨 那明年呢 在美国降息之下 美国要降息 利率往下降的时候呢 美元就有可能会回跌 那美元会回跌的状况之下呢 原物料就有可能会上涨 所以这个关系大巴搞清楚之后 就可以了解 他的这个状况 不过呢 明年的全球经济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 那就是中国因素 我们其实在全球景气 要好转的过程里面来说话 除了美国经济好之外 中国也是个非常重要的火车头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形来说 中国在前几天 刚好召开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然后他在这里面提到说 希望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还是维持在5%左右的这个数据 同时间他希望当然是把 这个房地产的问题 能够顺利的解决 然后呢 避免因为房地产的问题 造成金融的危机 造成整个挤兑的风险 这些所谓的灰犀牛 或是黑天尔的事件 所以显见了 中国对于经济以明年放缓 应该是有一个想法的 好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话 大家都说呢 这个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其实习近平有说过一句话 就是现在的世界是东升西降 有些中国崛起 然后美国滑落 可是我们来看一个 非常血淋淋的例子 就是这个图呢 上面是美国道琼的图 下面是这个中国上阵的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月线的这个规模 道琼才在前几天就创下了这个历史新高 持续在写下历史新高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说 美中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上阵指数呢 其实是持续的沉沦 所以由从此来看的话 到底是这个东升西降呢 还是牺牲东降 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体的一个所谓的繁荣昌盛 或是快速的调整 还是让整个指数跟整个经济维持了一个最好的状态 那反过来中国因为它的体制僵化 然后没办法有太多的这个所谓的自由的这个调整来说 它反而调整的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我们现在预估就是说 美国明年的应该还是带动全球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火车头 然后在中国方面来说的话 不要成为全世界的这个严重的拖累 那应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消息的 整体的这个情形是如此的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因为中国的经济的明年有可能的就不会再那么差了 所以我们给大家这个抓出一个点就是 各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各钢品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走势 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面有四个商品 分别是肺钢钢胚热压钢板还有冷压钢板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呢 这个价格的报价趋势呢 在这几年的最高点应该是出现在2021年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点都非常非常高 可是从2021年之后就开始逐渐的往下滑落 最低的这个价格呢 大概约莫是在这个2022年的年底到2023年的年初 今年年初有看到最低点 那目前的价格是在缓步回升的一个状态 好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呢 在这两三年遭遇到非常大的重创 那房地产本身呢 这个因为它的最重要 它就是钢铁的最重要的这个需求来源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基础建设 中国的财政陷入危机之后 也没办法大取的 扩充所谓的基础建设的这个部分 所以整个钢价就快速的滑落 可能滑落到一个低价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钢铁价格在这边已经打出了一个相对的底部 那连带了我们国内的这个中钢呢 我们国内中钢的这个老板呢 翁朝栋呢 他也说到就是这个今年的第四季 大概是这个中钢最糟糕的一季 今年大概是中钢最糟糕的一季 明年呢应该也会缓步的回升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全世界重要的钢铁股 先为大家抓出来就是宝钢的这个报价 宝钢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宝钢呢在约莫是在六块多人民币 这边上下震荡了很久 那最低的最低的时间点是出现在 这个去年的年底的时间 所以现在也就是说 宝钢的谷底应该是已经过去了 另外我们再来看国内的中钢 中钢也是一样 中钢的最低价呢 是出现在我们前一阵子才看到了23.5 也就是翁朝洞出来市井之后没多久了 股价跌到一个23块 现在已经来到了26块 就是应该某些层数是脱离底部了 所以我认为说钢铁股呢 如果再回来的时候呢 应该还有机会持续的表现 但是呢部分钢铁股已经走出了不一样的行情 我们可以看到圣鱼 圣鱼来说是国内非常之基优的这个钢铁股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呢 就一路的从22块5毛5 已经涨到了32块1毛5 所以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要买钢铁股 你的思维两种 一个就是买 现在第一的这个龙头股 一个是中钢 第二个买的是什么 当然是龙头的这个机优股 剩余 这个是可以留意的 在明年景气回升的这个状态之下 好 另外一个景气回升的状态之下来说的话 什么会好 运输会好 为什么要运更多的商品 所以两个族群 一个是所谓的货柜族群 另外一个是散装族群 那货柜族群当然就是运最终的商品 那散装是运什么 散装大家知道 运所谓古物啦 铁矿砂这些东西 那哪一个会先好 大家你要有一个印象 哪一个会先好 在景气回升的过程中 一定是散装先好 为什么 我要这个做钢铁的话 我要怎么样 我要先运铁矿砂 我要先运煤矿啊 我要先运那些原物料啊 才能够做成最终商品啊 然后最终商品才能够用 货柜运出去啊 所以现在来了 最近一段时间呢 大家在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货柜 为什么涨的是货柜 因为大家应该有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这个鸿海的这个 所谓的在叶门的胡塞组织啊 就是青年军啊 他不是在那个地方说 我要攻击这个 这个这个邮轮啊 船啊 让他不敢通过鸿海 因为如果你通过鸿海的话 就可以到达苏伊士运河 然后到欧洲去 不然的话就要绕 这个非洲的好望角 这个非常非常远的一个状况 那也因为呢 胡塞组织的叛变 所以最近呢 这个长荣啊 或是阳明啊 或是国际的货柜轮啊 都提高了相关的这个货柜的报价 但是我跟他讲 其实散装的报价也在往上扬升 只是大家看到因为 这个通过了大部分就是 如果原物料的话 大部分都是邮轮本身而已 但是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报价是在往上升的 所以呢 我才说呢 其实以这样的这个想法去想的话 长荣 那你看长荣在经历了这个除息之后呢 股价来到89块 然后一路的往上升 现在也已经快要慢慢的要 逐渐的填息的一个状况 好那我觉得呢 长荣当然短线走高 不用去追 拉回来说 我觉得可以稍微留意 不过 我其实更看好的本身呢 是在散装轮本身 为什么散装轮本身 我刚才提到 就是说 在经济好转的过程里面 应该先好的会是散装 散装要运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散装的这个 这个以 这个龙头公司之翼的育民 当然它的股价跟长荣就不一样 大家可以注意到 长荣的长线的均线 以244日线跟120日均线的时候 它都是往下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育民 它的长期均线 这里面指的是 120日均线跟240日均线 它是往上的 所以告诉你这个逻辑来说的话 趋势是不一样的 长荣还是在空头趋势 但是玉米已经走出一个多头趋势 那尤其它这一波呢 往上涨的过程里面 有爆出量能 大家可以留意 量缩回档之后呢 如果再回档一阵子呢 然后指标来到相对低档的时候 我觉得就可以多加观察跟留意 当然了 大家如果对航运股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意一档叫做台华投控 因为呢 他们的老板 严先生呢 是非常会操作这个所谓的航运股 他包括说他会买这个航运的股票 然后他也会去卡位一些什么仓位之类的 所以他在操作航运股上面 是相当相当有心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股价在底部也打出了一个 这个底部出来 所以他其实代表 某些程度代表的就是 这个老板认为呢 这个航运股呢 应该有机会走出一个 小多头的这个行 这个行情 那在这个小多头的行情里面呢 当然不会出现像 前几年那种航海王的那种超大多头 但是这一波的多头呢 我认为可能攻击的主轴呢 会摆在先散装 然后后货柜之上 这是给大家参考的 所以我才认为说 在明年的行情里面来说 除了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AI 这些还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之外呢 我觉得原物料可能在 层级的两三年之后呢 或许会变成是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留意的目标 好 那以上就是本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内容 那有新的这个 这个投资心得 或是投资的看法 我们再随时为大家更新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